好 那社長 我們剛剛講的一方水響一方人 為什麼特別講在吉林這個地方 吉林藏埋山的底下 這個老山林那裡面 這裡面的人最飄漢 這裡的老虎飄漢 熊飄漢 狼飄漢 人更兇悍 對 保姊 中國有一句話說 窮山 窮山 惡水出凋雲 為什麼要凋 因為不凋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沒有在那環境裡面 你沒辦法克服那樣的環境 可是老山林內不是有很多東西嗎 對 那你知道 中國最飄漢的一個民族叫女爭 女爭 就後來建議清朝的女爭 他們才最飄漢的 對 因為女爭他們生活的環境就是 在長白山 在大小新安寧 中國講的十萬大山 深山老林裡面 他要在裡面求火 求火 但問題你知道 長白山也好 大小新安寧裡面也好 你要求火 你要去採人参 你要去東北一寒 你沒有那麼多的衣服 要貂皮 你要去抓貂 要去挖人参 你怎麼辦 你要經過猛獸的這一關 所以東北你知道 長白山大小新安寧裡面 有幾種猛獸 東北虎 以前叫西伯利亞虎 我們叫西伯利亞 東北虎 東北虎多大 它可以長到兩公尺至三公尺長 一重可以跳到七公尺高到八公尺高 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老虎 對 最大的老虎 手腳又俐落 手腳又俐落 那這個東北虎多兇 你可以看我們科學生物學家 有去拍的影片 這個樹 樹那個東北虎 你可以看 那個樹上面不是有那個爪痕嗎 對 爪痕 你看那個爪痕 爪得多深 多深 這個就是東北虎留下的痕跡 他們在標示地盤的時候 這是東北虎一畫就這麼深 對 畫到我臉上不就完了嗎 你可以想一個人如果這樣被畫掉的話 對啊 這東北虎畫下來的 對 一棵樹你看畫得七花拉的 全部都是 而且你要注意那個痕是多深 一般的那個冷獸 你沒有辦法留下這麼深的一個痕跡 而且它不是這樣慢慢 它不是慢慢畫 它很清楚就是 它一爪就下去了 一爪就下去了 對 一爪下去 對 所以東北虎 你這邊你要克服這種東北虎 第二 你要 東北虎這麼兇 對 還有長白山深山老林裡面 還有熊 熊 他們熊也長得特別大 你知道 他們擬針組 或者說長白山這邊打獵的獵人 你進山裡面他們有一個規矩 什麼規矩 就好 保健 你走在前面 我走在後面 對 我如果發現什麼 我要去跟你講說有什麼狀況 我不能拍你的肩膀 為什麼不能拍肩膀 因為東北的熊有一個習慣 它有時候從後面來的時候 會從肩膀這邊好像在拍下 拍下等你頭一轉過來的時候 那個熊就從你脖子這邊 一口就咬下去了 所以難怪說你在東北的時候 人家拍你肩膀不要回頭 不能回頭 對 所以他們有很多規矩 很多規矩 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史書講說這一邊的人 你要活下來 你就要有伯雄赤虎的人力 伯雄赤虎 你沒有伯雄赤虎 你活不了 所以要跟天鬥 要跟地鬥 跟地鬥就是跟這些猛獸來鬥 史書形容說這些人 因為他在窮山惡水裡面 在深山老林要打獵 他練就一聲功夫 他有癌痺 揮眼走壁的一個人力 癌痺奔馳 我們講就揮眼走壁 這癌痺可以奔馳 因為可以扶馬渡河 馬可以直接不用船 扶在河上 直接馬就要扶在河上 帶著馬過河 帶馬過河 對 扶馬渡河的人力 第三這個民主本身就飄漢 他們從小生下來有仇必報 有仇必報 藍的死的 你的幫他報 你的再死的 兒子再幫他報 對 那死的以後 我以前曾經講過 他們有一種叫送血淚的一個習俗 他們必須會把這個 女真也有 對 女真也有 會把這個人死的以後要感傷 感傷他們用刀子畫自己的臉 讓血跟眼淚擴在一起 血淚交流 所以這個民主這種 民主這種飄漢的個性 在那種環境裡面才會養成 養成以後 我們可以看一個很有名的一個人 誰 豪拜 豪拜 豪拜就是政建州 她不是全城而已嗎 對 沒有 她很厲害 她很飄漢 很難打 滿洲第一巴圖魯 巴圖魯就是勇士 第一勇士 而且她一生受風了兩次 兩次 第一次是在皮島之戰 當時人家 豪拜還是一個小將軍而已 他不是到後來什麼前傾三朝的一個前程 他一個小將軍 而且他也不是到後來當襄皇旗的一個主帥 本清上山級的 當一個小將軍 當時光皮島的時候 皮島在山東這邊 當時毛文龍守皮島 明朝的一個戰將 黃太極派誰 派他的弟弟阿忌閣 跟這個豪拜 去攻皮島 那阿忌閣當時用那個主義戰艦 從東邊攻 豪拜帶幾艘小船 從西邊 西邊打 那當然整個獨立在東邊嘛 阿忌閣這邊 是 結果皮島毛文龍就守東邊 豪拜他們就攻西邊人突襲 奇襲 結果你就一上岸你又完了 不曉得明朝毛文龍真的是明將 他也知道你這個只是誘敵之策 西部我也是 對 我西邊擺所有的那個槍炮擺在那邊 槍林等著你 結果傲拜他們登陸要攻那個皮島的時候 攻不上去 西邊這邊死傷勒勒 傲拜後來跟士兵講 我打前鋒 你們跟進 他衝第一個 如果會死 我第一個死給你們看 所以傲拜你看後來 為什麼康熙沒有殺他 他一身是傷 康熙要殺他的時候 傲拜把衣服撕開說 這就是我為國家做的貢獻 全身都是刀疤 都是槍傷 不是尖疤 就是槍疤 對 所以他攻皮島 攻皮島 你知道 皮島當時在山上那個有柵欄 傲拜一路衝 身上中了槍 中了刀 子彈什麼 他不管 他就一路衝 帶著他的子弟兵 衝到柵欄前面 他自己騎馬用那個像那個牛仔 那個繩子去套那個柵欄 柵欄 然後跟他們幾個子弟兵 用力往外拉 把那個柵欄硬生生的拉下來 你看力氣多大 所以他們所有 柏熊赤福的功能 這第一個 他皮島之戰 第二個我特別講 孫智可以當皇帝 後來才有康熙 傲拜的功勞 也是他漢 當時 當時黃太極過世以後 滿清在那個從政殿 從政殿開會 滿清八旗 既有哈朗 都是這些王公大臣 如果他偷帶黃太極的弟弟 在那邊開會 當時是誰 多滾最飄漢 多滾說他一定要當皇帝 很兇的 也是很兇漢 說他一定要到 而且他手中有鎮白旗 滿清上山旗 正白 正黃 鄉黃 傲拜那時候已經升到 鄉黃旗的首領 那我特別講 鄉黃旗為什麼他當首領 滿清八旗 我們一直以為 戰得比鄉的要厲害 不是嗎 不是 鄉黃旗是 正八旗之首 其實他比正黃旗還要高一級 是 傲拜就是功勞太大 才會樂到鄉岸 當時在裡面開會的時候 多滾氣勢靈能 我就是要當皇帝 其他要不你就跟我開戰 其他幾個起沒有人敢講話 正白什麼 鄉白什麼沒有人敢講話 傲拜跳出來 拿了一把刀子進去 插在桌子上 說我受先皇之恩 吃了先皇的飯 穿了先皇的衣 如果說你今天一定要當皇帝 而引起眾兄弟之間的殘殺 就先殺掉我 這一把刀就插在桌上 他很有氣迫的一個人 所以後來多滾滾不得不讓 因為鄉黃旗也擺雲了 對 鄉黃旗也擺雲了 百親八旗之首擺雲了 這一戰就先跟我戰 所以多滾滾後來退 退了以後才有順勢起來 所以你看這個劍州女生 他們從十三戶盔甲定天下 一直到敖拜這邊的歷史 劍州女生的票漢 真的是一荒水養一荒人 好 我們現在就是 楊白遜一個非常奇特的地方 而這個奇特的地方 有一個非常神秘的部落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畫面 都是女性 但他們也有辦法繁衍下一代 我們看這報道 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 亞馬遜有一個神秘的女兒國 這個部落不容許男性進入 完全是女人當家自喜自足 各個驍勇善戰 還會跟附近的部落開打 根據研究 部落的起源是在20世紀初 在這100多年當中 人口從4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 但只有女人要怎麼繁衍後代呢 原來他們會事先偵查好 哪個部落有強健的男子 然後展開偷襲 把男人掠奪回部落享用 懷孕後再把俘虜放回去 如果生下的是男孩 他們會毫不猶豫的 把孩子拋棄在荒郊野外 如果是生女孩 則會留下來培養 成為女兒國的繼承人 奇特的生活方式 再次引發了 人們對於這些原始部落的好奇 敦信員國際中心總有報導 今天我們過去 從小說裡面知道有一個女兒國 想說這個女兒國只是想像中的 可是沒有想到 在亞馬遜真的有一個女兒國 而是這個部落裡面 竟然沒有一個男人 汽油記的女兒國 居然真的在世界上呈現的 真的有女兒國 在亞馬遜 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女兒國部落 這個部落有多少人 七百多人 七百人 全部都是女的 沒有一個男的 男人進入 進入沙 好 注意看 你說那個地方是男人的進去 注意看 這是三代 這是媽媽 這是外祖母 他們勇猛善戰 野蠻凶狠 可是看起來很清秀 野蠻善戰 我們看這幾個照片 他們看起來很清秀 可是你卻說他們勇猛善戰 對 我告訴你 他們厲害到什麼程度 因為他都女人對不對 他可以跟別人去對抗 去殺戮 去戰爭 而且他們自己修房子 為什麼 他們是少數 自己修房子 他們是少數騎馬射箭 馬術精良 劍術精良 而且他們還有部鎮戰法 還有部鎮戰法 所以你看他們禁忌 看到沒有 這是禁忌 摔腳 打鬥 這是在表演摔腳 兇狠 非常兇狠 而且他們這不是表演 他真的實戰 因為他為了生存 他們每一個人都要這麼兇狠 但是 除了這麼兇狠之外 還有一個 他們也非常曖昧 非常 保安靜 注意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就像蒙古大草原的桑柏 在這邊搏鬥 對 這個女孩子真是完真的 這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要 存在的搏鬥技巧 是 格鬥技術 你不能這個 你就不要想生存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 你看到這些房子 你看到這些樹 他坦材 他運動 他殺戮 都是由女人負責 他就是因為有這麼大的場地 所以他才能夠 騎馬射箭 才能夠學習布陣戰法 他所有事情都會做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這個 注意看 第二件事情 他們非常曖昧 你看 每一個人都 注意看 每一個人都有項鍊 看到沒有 這個阿嬤還戴耳環 這是阿嬤 對 女兒 外孫 外孫 每一個都戴耳環 外孫女 你注意看 導播看一下 每一個人看 非常曖昧 看到沒有 平常沒事的時候 每一個都要戴項鍊 而且還沒有注意到 每一個女的 我們一般想 這種亞馬遜的 印第安部落 一定很醜吧 每一個長得 還很清秀 美麗 又健壯 為什麼 他們是優生學 怎麼樣優生學 他們全世界 所有人 沒見過父親 不知道爸爸是誰的 但是 那他們怎麼來的呢 對 很簡單 他們當一個女的 到了要生小孩 出嫁的時候 就成年了 他就到附近的部落去埋伏 觀察 看哪一個 又帥 又壯 又好 然後呢 選定之後 他們整個部落就出動 部落整個出動 700個人出動 就攻擊進那個部落 攻擊進部落 就把那個男的 擄來 擄來 就是他們看上哪個男人 對 部落出動就把男人給搶回來 搶回來 那這個男的 就跟這個 應該要 就跟這個 只有不澄清 一夜情 當然有可能 好幾夜情 確定這個女的 懷孕了 然後你爸殺了嗎 不殺 殺了就完了 一定會 完整無缺的 把他送回去 為什麼 因為 當他們到這部落一 殺進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這是來搶男人的 大家都把 躲起來 或者不跟你去打 何必做無味的死傷呢 所以他知道說 這不會死亡 對 那所以其實都不抵抗 都不 大部分都意思 不能讓你去門塔戶啊 會意思 然後要吼兩下弄兩下 然後就把你心目中 看中那個男的 帶回去 帶回去 那個人到那邊 高興很多天 然後最後安全的回去 但是 從此再見 永不聯絡 你假如 等一下 我想回去 我想知道你生男的生女的 我想知道我的子是什麼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假如想回去 探視什麼 女兒 探 或是你這幾天裡面 愛上了跟你 這個生孩子那個女的話 是 那你就要大獲零頭了 你觸犯他的禁忌了 也就是 今天交配完成 對 我女性去一定懷孕了以後 對 我讓你活著離開 對 可是如果你想再回來這個女兒國 對 必死無疑 必死無疑 我告訴你 然後更慘的事情來了 那時候不會厭孕啊 怎麼到生男生女呢 對 生男怎麼辦 好 生男的拋棄荒野 自生自滅 男的就把它丟出去了 對 有沒有被人家撿走 不知道 我也不過問 反正就拋棄荒野 丟在荒野上 遇到別的部落 願意撿走去養就是 真的假的 那女兒就留下來 一留下來 所有要的記憶 你全部都要學會 你搏鬥 殺人 騎馬 射箭 烹刃 竹房屋 十八般武藝 你全部都要會 所以你注意看 他們小孩子都長得很俊俏 而且體格都非常魁梧 因為他不會去選那種很弱的很鬧 是 先最強壮俊美的 這反而變成一個良性循環 是 因為你這邊的女的 在亞巴西森林裡面 都是美麗的 都是阿恩阿多姿的 你要靠女人能夠活下來 你不強壯 你是活不下來的 你強壯再找一個強壯的男人 所以他繁衍著下一代 反而是優生的選擇 因為是優生的選擇 所以被選上的男人 都願意被選上 因為你這邊女的 長得又漂亮 身材又好 被選上我當然願意 你又放我活口 讓我安全離開 所以變成一個非常非常良性的一個循環 所以亞馬遜還有一個這個女人國 對 真正的女人國 太詭異了 這女人國非常非常的詭異 那麼我跟妳講 我簡單講亞馬遜流域 是世界上最大熱帶女人太 我告訴妳它有八個國家 這個接觸 它裡面動物跟植物太多 我們不知道了 除了這個之外我簡單講一下 最近居然有一個部落 洪荒開地來 從來沒跟人類接觸過 最近找到了 第一次跟人類接觸的部落 這個部落只有87個人 現在 只有87個人還可以翻譯 對 但找到這個部落之後 現在聯合國下令 不准任何人跟這個部落接近 只有醫療人員可以進去 為什麼 跟遺傳 第一個怕影響到他們的那種 污染到他們的文明 因為發現他們 第一個他們都不穿衣服的 他們沒有抵抗力 對 第一個他們不穿衣服 第二個他們沒有照明的 他們87個人吃一鍋飯 跟一塊田 八千元一起生活 這個團體 然後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文明 他們只會講這些話 一個字都不會寫 所以成為一個珍寶 原來人類學家 這個醫療人員 研究這個部落的存在 因為他們一世而獨立 他們沒有現在文明社會的抵抗力 只要跟人民接觸的話 他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對 但是他們提了血液 有很多可以讓現在文明研究的地方 因為最乾淨的血液 最乾淨的血液 跟他從來沒練過 所以我告訴你 亞馬遜核域部落 一個一個出來 一個一個有趣神秘